真实的台湾前进的两岸 老龄化的社会 所以重阳节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尤其是现在大陆的独生子女的父母 台湾少子化情况下的父母 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空巢化的情况 所以老年的话题更多被提及 不管是在影视剧当中 还是社会新闻当中 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 老年人该怎么调整心态 更好的跟子女跟家庭跟社会来共处共融 那么年轻人应该学会 怎样走进老人的世界 带给他们真正需要的关怀 首先我们请出在台北演播室的黄晴 帮我们介绍参见节目讨论的三位来宾 黄晴 亲民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晴 先来介绍我们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时事评论家马希平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精神科医师李光辉 三位美女好 我是李光辉李医师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家有二老不再烦恼 我们就先来看看各地重阳节 有哪些敬老活动 农历的九月酒是传统的重阳节 重阳也叫重酒 是因为意境中把酒定为阳术 九月九日两酒重叠 为之重阳 由于九九和九九同音 因此有长寿之说 美风重阳节 台湾都会由相关部门举办敬老活动 这几年总是看到祖父祖母级的表演者 在台上又跳又唱 他们展现的青春活力 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重阳节秋高气爽 最适合登高望远 每年这一天大陆从南到北都会举办登山活动 虽然有些地方已进入深秋时节 但老年人的登高热情不减 他们尽情享受重阳节的秋意美景 插珠与赏菊花登高踏秋 到了重阳节这一天 虽然各地的风俗都不尽相同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尊老敬老 那么在台湾到了重阳节这一天 老人们希望怎么过 儿女跟老人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互动呢 我们就来听听台湾民众的说法吧 重阳 对 吃吃饭吧 重阳节还没有想过耶 还没有想过重阳节要怎么过 要爬山吗 进老嘛进祖先这样 送什么礼物啊 这个倒是没有耶 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家庭聚餐 这个就没有耶 一般重阳节好像没有 没有啊就可能吃饭 然后送个一些 还没想到 那可能会把送些饼干之类的吧 我婆婆是不喜欢我们浪费啦 她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要 我们很孝顺 对家里很照顾这样 不知道耶 就请个吃饭吧 不需要不需要 有人家他们都忙啊 年轻人 他这个工作很忙 没有觉得想到这个 通过刚才的调查不难看出 不同年龄段的台湾民众 对于重阳节怎么过 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老人们非常体恤孩子们 工作繁忙 而子女们呢 到了床节这一天 也都愿意花时间来陪伴老人家 共同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要能听妈妈的牢当 因为那都是为我们好 我们要理解父亲的沉默 父爱不回忆母亲的爱上 低接父母的姐姐 常把礼物送到他们面前 学习和工作的事情 要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我们光从重阳节这一个角度来看好了 你看到了下半年度很多的节气 比方说中秋节啦 重阳节那接下来就是过年了 每一次过节 都是老人家跟子女最大争执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没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通常你买了一个礼物 送给爸爸或妈妈 他第一个先骂你 还花这个钱干什么 你就是浪费 可是我花了心血挑了礼物 我花了时间回来看你 我还要被你数了一顿 可是老人家的想法是 我真的太开心了 可是你知道上一辈的人 他学不会怎么样去跟这个 子女撒娇也好 或者是跟子女说好话也好 这会不会觉得说 有时候不管是上一代或者是这一代 因为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感受 常常是说反话 这个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这个反话 常常我讲是带着微笑的批评 哎呀这么贵 你不要买你买这个好浪费 可他是嘴角是微笑的 很开心啊 为什么不说开心呢 对 儿子只听到那个不要买你买这个太浪费 他只听到这些批评的话 可他没看到妈妈或爸爸脸上的微笑 那种所谓开心的样子 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可能是我们做年轻的 应该要更加学习如何跟长辈来做一个 所谓的沟通的方式 甚至不要等长辈去拥抱你 我们主动拥抱长辈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其实刚才提到这些都可以说是所谓的代沟啊 呃像说是社会眼镜变化的这个思想观念啦 生活习惯的不同造成的一些隔阂 我父亲从小不管我 我母亲管我 那后来我母亲后来往生了 往生我爸爸86岁了 所以我先开始搬回去跟他住 我们父子终于第一次就住在一起 我才发觉到哇 我父亲管了好多 吃完饭有时候忙着接电话 椅子没推进去是要被练的 你喝了水杯子放在桌上 你去接电话 回来又忘了放了 这都要被练的 我出门 你知道外面是什么天气吗 你穿这样子啊 我说我去加一件 加一件出来 我叫你加一件脖子 你加一件这么厚打 我再进去换一件 真的是这样子 我爸管我真的是管到这种地步 你知道啊 那你怎么样跟父亲敞开这个沟通的大门呢 很简单 那我刚跟我爸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荣光周刊》 跟《人间福报》的副刊 在父亲节那天写了个全版的 我应该带来了 还在那个《荣光周刊》 我全家福 我来《人间福报》的副刊 我就写说 《父亲节》 我要讲一句话 在我这样子的年龄 还有老爸啃耳提练义 是做儿子的福气 我老爸看了这个好感动 感动到流泪了 感动到流泪了 原来说原来我年纪这么大了 而且我还是一个读台大的 又是名人 老爸五十几岁 还有老爸耳提练义 是我的福气 我看到以后老爸就变得很 还是会练 但合缘夜色就不叫练了 就合缘夜色的讲 儿子 灯忘了关了 我刚帮你关了 但还会告诉你 就是第一个 你要做让他感到温馨的事情 你要让他不要去做 让他不顺眼的事情 你要去正面的思考 觉得让老爸觉得 他练你 你很感激 他就会自己慢慢就感动了 而且最重要一点 在他高兴的时候 这个天佑家族 譬如说我老爸以前做股票 他每次那个股票一下跌的时候 我就不理他 因为他心情不好 股票一涨的时候我就说 哇 老爸要请客来 啊 赚钱了 他说 哎 你说 餐饮你选 你知道 最要找时机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今天老实说 我真的跟大家讲 有老爸耳提灭命 是做儿子的福气啊 所以说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周围的朋友 年轻人会抱怨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父母啊越来越难伺候了 可是老人又抱怨了 现在小孩越来越不听话了 不仅普通家庭会这样像明星豪门家庭也不例外 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首度透露财产安排 他说将来长客系股份会交由大儿子李泽聚管理 制值大约两千亿港元 而次子李泽凯发展自己喜爱的行业 84岁的李嘉诚表示 他会全力支持李泽凯 两兄弟涉及的行业不同 也并没有争产的情况 李嘉诚借机会澄清跟次子李泽凯不合的传闻 他说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现代 有少少错就会骂 并不是关系不好 他说两父子不会没有话说 也常常一起吃饭 对于帮助李泽凯收购公司 李嘉诚说这是新的业务 与目前长客公司的六大业务无关 因此两个儿子的业务不同 不存在利益冲突 日后还是有兄弟做 其实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李嘉诚也公开表示支持 这个李泽凯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想问一下西平大哥 这个李嘉诚父子他们的分歧 最重点在哪里 你怎么看待他们父子解决分歧的办法 李嘉诚是管理大王 他什么都管都管得好 这就一个没管 管不好 儿子 就他儿子管不好 好 第一个老爸说 我这么大事业要交给你的 你居然不肯要 你自己要穿个银科数码来对抗 第二个后来他爸爸就说 居然要把他银科数码吃掉 要把他吃掉 两个就爆发冲突了 我绝对不让你把我吃掉 所以双方就冲突到最高点了 那现在为什么降温三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三个原因是 几乎是所有父子中冲突会降温都是这个原因 第一个李泽凯在2009年生了一个儿子 让他做爷爷的 就是这个梁思洛让他生了儿子 2010年生了双胞胎 你知道这儿子生了又抱回去 让李嘉诚帮他取名字叫李长治 这名字是李嘉诚取的 我告诉你 生了孙子就是父子之间和缓了一个最好的润滑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因为他们的母亲 是他们 一个是他太太 一个是母亲 是他们共同最爱的人 结果他们一起去为他上坟 上坟的时候李嘉诚送了一个钢笔给李泽凯 钢笔上来刻了字 他还练给他听 那李泽凯就收起来 在母亲的坟前父子和解 这是最好的和解的地点 最好和解的方式 最好和解的地点 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和解 就是李嘉诚自责 居然这么首付自责 他说 我是个不太现代的爸爸 我稍稍有错误 我就会骂 不是关系不好 是我恶 哇 爸爸公开说 不是我们父子关系不好 是我恶 当一个父亲讲出这种话来的时候 你做儿子的还不软化吗 第四点 李嘉诚现在就说了 我会让我儿子发展他有兴趣的事情 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我给你讲 一个父亲做了这四点之后 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冰了 刚刚讲的这个比较是豪门世家 他会面临到的这个问题 而这个时代大家最常听到的 不就是父母如何在尽心尽力 在为孩子来规划未来 而孩子又是如何如何去抱怨父母好落伍 这思想都完明不化 按照我们东方人的传统 想请教李医师 到底是他们刚刚这样子的父子的案例 谁对谁错 还是谁都没有错 我觉得对错都会把尺来量 可是如果你要用李嘉诚身上的尺 还是要用李泽凯身上的尺来量 可能这都是有不同的见解 所以因此我们当然会讲说 在某个角度某个时间上 两边都是对的 这样从小不靠父亲 不是靠霸足的小朋友 我相信李嘉诚应该很高兴 他看到他的其他的企业的伙伴 虽然小朋友都是所谓的富二代 都不愿意出去外面打拼 他自己的儿子这么努力拼命 而且还会不想用父母的钱 甚至证明给父母看 我是有能力可以创业的 我想这个心中李嘉诚小马 可能跟我表面上看到 可能会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也知道 因为李嘉诚他至少都是穷苦出身的 他觉得说不想让下一代受苦 所以这种希望下一代更好的心态 结果下一代不领情 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 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的时候 他当然会耳提面面 希望他在接受所谓爸爸这种 所谓威权时代的一个教养的方式 那这时候我觉得非常佩服李泽凯 他有勇气做反抗的动作 他身上受伤还愿意去打勾 他炒一手好菜 那甚至呢 对不起 他结婚的时候 我相信也没有取得他父亲的同意 这个据说这个婚姻还是没有过门的 那不管如何 我觉得刚刚幸福大哥讲的非常好 因为这些所谓的大人或者老人家先表示自己什么地方需要再修正 那年轻的一代当然是跟着配合修正 基本上我还是非常肯定 这是一个非常两代都有作为有为的一个两代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的这个沟通的状况 看家有政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竞争 其实这里头还蕴含了这个东方传统的里头 孝顺这个词里面的问题 孝顺是一个词 可是有两个字 一个孝 一个顺 像李泽凯的没有顺从父亲的安排 为很多人认为说是不孝 其实有很多这个成功人士 比如说演艺圈的人士 比如说一些成功的富商 豪门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有时间 他们能够去孝 可就没有时间去顺 我想问一下盛梅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的确现在我们常常把孝跟顺的 的确要拆开来 为什么 这也是提到就是 因为父母会认为他说的都对的 因为他是为了你好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子女 觉得父母不见得是对的 而且很多时候是错的 就比较有想法了 对 像李泽凯这个事情 我也蛮赞成 我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走父亲 帮他安排好 或走父亲一样的道路呢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选择 那起一阵子我们也常讲 陶哲跟这个陶大伟之间的故事 陶大伟先生其实有好几次也觉得 儿子啊 你歌不能这样唱的 其实这样唱好奇怪啊 那你如果顺着父亲的意思 就是照着猫王那一套唱嘛 是不是 可是陶哲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对他自己是有信心的 所以当陶哲得了金曲奖的时候 他可以拿着那个奖杯 在这个台上跟他的父亲讲说 陶大伟 你看 你的儿子是很棒的 也就是说 顺这个字呢 是看儿子或女儿做怎么样的选择 也许你觉得自己的道路是 是可以的 是有信心的 你就走下去 也许你走这条道路 反而能够光荣你的父母亲 反而能够证明你是很棒的 你是很优秀的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 现在的父母亲要越来越进化 不要老是只想替孩子来规划未来 现在社会父母越来越要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所以以前所谓的孝跟顺就有了新解释 就是说两代人必须要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那西平老师你认同吗 不认同 什么叫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现在是尊重儿子 理解儿子 现在的爸爸叫孝子 是孝顺儿子 孝顺儿子就是顺从儿子 这真的是这样 我骗你 为什么 我儿子会听我的话 从小到大 他已经大学毕业 我没打过他 没骂过他 没打过没骂过 大概很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子 我连联络簿 我从来没看过 他作业没写我也算了 就说所以 现在小孩就是 你要一笑之志 我对于我小孩就是一笑之志 就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发展 自由发挥 我觉得可是完全不管也不行 应该说 现在的父母要越来越学习 怎么样抓大放小 比如说大方向要尊尊照父母的 但是有一些在孩子他专业的领域 或者是他有兴趣的事情上 是不是可以试着放手让孩子去 你讲的就正正确了 就说你不要让他觉得你很啰嗦 你处处管他 他心生反感 他就开始反叛了 那你在关键的时候 点他的时候 他是会听的 你懂意思吗 就是你偶尔练他一下子 他会听的 他觉得你平常很尊重他 那假如你天天练他 那这件事今天你练他 他根本不理你 或是老爸你太啰嗦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 由于时代的眼镜 生活环境不一样了 生活条件不一样 才会造成这个思想 观念上的隔阂会越来越多 看到地上这一大堆的废弃回收物 您可别以为 剪破烂的石荒老人赖水能 可能穷得三餐不济 镜头往右边带过去 回收物的旁边 可是一栋三层楼上百坪的独栋透天措 而屋主正是赖老先生 一公斤二十多块 二十多块 就是这个 没空 很轻轻 谈到资源回收一斤 才卖两块半 赖老先生可是如数家珍 清楚得很 而怪的是 既然有独栋透天措可以住 在嘉义水上乡 营下又好几公顷的田地 为什么还要剪破烂 连瓦斯也舍不得用 居然是剪木材 烧热水过生活 用辣椒就比较香 这就是嘉义县水上乡人 称石荒原外的赖老先生 也许有人觉得他是节点过了头 我同时也展现了 媳妇知足的美德 刚刚素商看到很多人 他去收热射 在他眼中的热射可能是宝贝 所以老人家常常讲说 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 这句话我承认 他是依靠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他觉得过去的经验 是他目前可以依靠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甚至我可以帮这老人家讲 这个收集热射有什么不好 我每天去收热射运动 环保 环保健康 而且垃射有味道 有味道会影响到食饮 所以我猜这个老人家 应该是在减肥当中 他用这个方法来让自己食饮一下 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们说正格的 如果这个收集到所谓的是热射东西 我们叫脱离现实感 真的在某些精神科领域当中 他是有些精神科的疾病可能会存在 而不是单独讲说 那是他个人的兴趣而已 我想这方面 可能做儿子的女儿的 还是要关心一下 收垃射的妈妈们 通常那个时候 他们需要满足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如果一般堂讲话 可能就是一个被尊重 跟证明我自己还不老的一个需求 因为你看 我可以收这么多垃射 把它对系起来 而且环保健康 很简单的垃射分裂 表示我的听力 我的耳力都没问题 应该我过马路 还不会被车装到 年轻人不小心还被车装到 所以他可能要证明自己 还不那么老 所以不服老的心情 不服老的概念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他家里有1000万 2000万 一亿 对他自己来讲是更为重要的 对 其实刚才几位来宾都提到 这个代沟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代沟产生也并不是 不可以解决 如果两代人能够换位思考一下 从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 问题就会变得简单的多了 脑子里装的全部都是 警匪对质的惊险场面 对罗伊70岁的妈妈来说 这样的幻觉 每天都在脑子里上演 其实幻觉和幻听 是老年失智的典型症状 患病的老人因为行为异于常人 往往得不到子女的理解 为了让外界了解病患的痛苦 美国推出了一种模拟训练 为了模拟关节人员的行动不便 首先要把干玉米放进鞋子 再把戴着橡皮手套的手用胶带缠起来 而为了要模拟视力衰退耳鸣 还要戴上老人挖镜 装备完毕训练开始 不仅颜色分不清楚 连东西都收得七零八落 一场训练下来搞得大家人仰马翻 很多家属在实际体验后都能深刻体验到失智老人的痛苦 从而能以更宽容的心来悉心照顾 只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很多事情总会迎刃而解 很多老年人总是怪孩子不听话 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共同语言 为了能够帮助老人融入小孩的生活 减少代沟 台湾宜兰县就安排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家们 到游乐场练习打电动游戏 他说你又没水油了 弄掉了 你来这感觉什么感觉 你注意啊 真好 还有老人家一玩就上瘾 准备好好磨练技术 准备下一次要带着孙子们来较量一番 从前面的片子我们看到的 主要是两代人如何进行换位思考的问题 问一下李医师 换位思考对于解决代沟的问题 两代人隔阂沟通的问题 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说家长可以去参与到 所谓儿子跟女儿生活 可是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可能他们都是低头组 或是上网的网络组 我们也鼓励家长可以上网络 跟儿子做一个互动 而且你最好用假名字比较好 不要用真实的姓名 那一方面可以当儿子的心灵伴侣 二方面说明可以更了解 你儿子目前在想什么 当然是比较诡诀的一个亲子互动方式 那如果在真实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建议 其实可以跟亲子一起玩共同的游戏 比方说你可能没有办法 跟儿子一样打网球跑那么快 可是你如果在家里打电动的网球 儿子跟你一起打 我相信体力上你还付得过去 所以这种互相的共同心绪 是维持亲子勾通 最好借由科技方法来加以协调的一个方式 其实家庭生活中有分歧 有隔阂并不可怕 不管是夫妻关系 兄弟姐妹的关系 还是上一代跟晚辈之间的关系 只要换到对方的角度去看看问题 所有的隔阂都是可以消除的 前一节我们聊到了 两代人怎么样去互相的沟通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来聊一聊老年人 怎么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青林 我们继续今天关于老年人的话题 前一节我们聊到年轻人跟老年人之间 怎么去进行互相的沟通 这一节我们要提到 我们经常说到老年人要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老年朋友退休之后 怎么去寻找到自己新的空间 怎么去活得更加精彩 张广珠 喂 那种别害怕我害怕呀 没事 那你等路啊 一队年过六十的老夫妻张广珠和王中金 靠着自己的双脚走上海拔 五千三百公尺的珠峰大本营 包揽浩瀚的美景 一直挑战世界第一高峰 虽然他们只会简单的几句英语 但仍然靠着肢体语言和微笑 背着背包走遍世界各地 每次打包行李时 两个人总是争着将最重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包包里 在你坐下来 他们就这样互相扶持 走过了七大洲四十六个国家 老先生说旅费不重要 健康才是旅行的本钱 其实那些山啊 那些风景啊 根本不在乎你年龄有多大 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他们在乎的是 你是不是足够的健康 能不能走到他们的面前 这几年下来 他们花了两百多万的旅费 而最大的梦想是一起携手再走三十年 他们的故事也被拍成为电影 感动了千万网友的心 不曉得这个盛美姐看到前面VCR里头 看到的这个老人的这个背包客去周游世界 还有老年人的乐团 这些有什么样的感触 您自己对之后这个以后 如果退休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干排 我讲个小小的故事 我的父亲也是记者 那我就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 所以我就是希望自己将来也当记者 我也成为了一个记者 我父亲今年八十岁 他已经下半身瘫痪了 所以住在养老院 我每次去看他回来 我都是泪连连 为什么 因为他瘫痪 所以他需要包纸尿裤 那我的母亲觉得说纸尿裤很贵 所以就给他用一般的 比较便宜的纸尿片 可是那个纸尿片 常常会让他皮开肉绽 所以我的父亲每一次都会老类纵横 跟我讲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买好一点纸尿裤 那你会觉得好心酸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说 那将来我老了怎么办 有一次我回家之后 我就跟我儿子讲 我儿子现在大学二年级 我就跟他讲说 哥哥 我都叫他哥哥 因为还有一个妹妹 我说哥哥 以后妈妈老了之后 你要给我用好一点的纸尿裤 然后哥哥就说 又用纸尿裤的吗 穿开钢裤就好了嘛 我都会觉得虽然年轻人很跳动 但是其实我的想法是 因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 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就会觉得就是说 以我现在的年纪 我能够做的 我就赶快去做 所以刚刚那个背包客 他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我现在计划要做的事情 我会希望就是说 我能够抽点时间开始去旅游 然后我小时候 因为家里经济困顿 我不可能去学芭蕾舞或钢琴 我现在想学 就趁现在 我还能动还能跳 不要就是说到了 像爸爸那个时候 然后要跟自己的儿子哭哭啼啼说 你买好一点的纸尿裤给我好吗 到那个时候 你就算有意识 你也不能去做任何事情 那何必留下这些遗憾呢 其实现在的社会 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老人 都是像是带自己的孩子之外 还帮孩子带孩子的孩子 也就是隔代的教养了 也可以说 几乎一辈子都是在为孩子而活的情形 这是当然第一个 绝大多数的原因 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因为儿子其父都在工作 那顾不起别人带 只好丢给爸爸妈妈带 那丢给爸爸妈妈带了 其实有的当然觉得有点 无可耐的跟烦 但大部分我觉得是快乐的 你看李嘉诚跟他儿子的纠纷 都是孙子把它联合起来了 所以基本上 带孙子 对老人家其实我觉得是快乐 因为他们是寂寞的 所以有时候因为这样的需求 而让家人的感情因此更紧密 对 我的妹妹的小孩子 就国中都是跟我爸爸住在一起 哇 那种感觉 他每天早上起来很快乐 就帮他们叫起来 他们一起来 我爸阿姨帮他们把早饭都做好了 然后送他们去学校 国中送到校门口 然后放学的时候 到校门口去接他们 他觉得快乐的无比 然后牵着他们手回去 然后给他们弄饭吃 我觉得这就是启示老人家 因为他寂寞 他孤单 他的家心灵上没什么慰藉 而且这些小孩子们只要勾了他那边说 这个爷爷好 爷爷好 爷爷今天做饭好好吃 哇那就是天赖你知道吗 你什么事情都都都好听 这样子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李医师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好像西方的老年人好像更加活得自得其乐一些 那么东方的老年人又为这个我们东方传统伦理的关系更看重家庭 你觉得西方老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东方老人现在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可以借鉴的地方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盛梅美女 他愿意证明老狗绝对可以玩出新的把戏 这个我觉得我也非常佩服他 那我希望我自己如果真的是老的时候 我也希望能有独立自主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举个非常小的例子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西方的儿子回到老爸老妈家 老爸老妈是会跟他收房租 跟他收早餐中餐费的 可是东方老人家如果看到儿子回来 哇那不仅不会收房租跟中餐费 还会盛情地用三针海味来招待 他们两个方法不一样 西方是要训练经济独立 东方是要联络两代感情 那我觉得各有优缺点 也不一定说东方西方哪一个特别好 那只要合乎您自己的一个想象空间 您觉得您的目标达到了 我想你要过怎么样老人生活 你怎么样教育下一台都是很棒的 其实不管是西方或者是东方的观念 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 要怎么样安排生活的重心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这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个你要让老人持续地培养他的嗜好 像我父亲他很爱唱卡拉OK 他很爱唱歌 我们在家里面给他买了一个专业级 就是店里面那种水准专业级卡拉OK设备 后来发觉不行 他一个人唱寂寞 又帮他去找了一些朋友的固定 就是唱卡拉OK 像他今天就是会从中午一直唱到晚上 他大概是十几个都是老朋友们 大家轮流唱还一起吃饭 所以你要培养他的这些嗜好 他打高尔夫球 我们就带他到另一场去打高尔夫球 这是第一个 他爱吃非常爱吃美食 我们大概精彩就带他出去吃美食 让他培养他的嗜好 满足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父亲的生活更精彩 也就是悉尼大哥很大的福气了 都不会来管你了 因为我把他的心情弄得开心之后 他就对我更合圆越色了 就有好日子过了 其实老人怎么活出精彩 做个快乐老人 除了自己的选择 子女的孝顺也很重要 但时代在进步 关于孝顺的含义 也有了新的发展 仅仅让父母衣食无忧 已经不算尽孝了 那到底有什么新的含义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航 我们接着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航 我是叶晴玲 我们继续来关注老人 关于重阳节的话题 我们说现在时代发展了 关于孝顺的含义 也有了新的定义 现在就发布了新的24孝 戏到每周要陪父母看一场电影 或者说多长时间 要带家人回去看看父母等等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24孝的标准 孝顺孝顺是传统的美德 现在大陆官方公布最新的24孝 与时俱进 连大陆歌手也创作歌曲唱孝顺给大家听 明文规定 是要教父母上网 支持单身父母再婚 经常为父母拍照 还要煮饭给父母吃 新版的24孝中 除了跟得上潮流 还要坚持传统 像是每周打电话给父母 父母的零用钱不能少 经常带爱人和子女回家 在节日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 无默再不愿有 无奈何泪难受 说不清风不知 此与伤情不在 此目写又足以 抹持鬼陈秘密 而是思想 尽量做到 要伤执念 一定要珍惜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 一首闽南话的歌 叫做《落雨生将会》的歌里头 提到有一句歌词大概是这样 你不要等到成功的时候 再去接父母来住 那个时候可能母亲已经不在了 那么用一句话叫做 树欲静而风不子 子欲养而亲不在 那种伤痛是很难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 又有这么多的网友调查说 这个新二十之下 我顶多只做到五条 尽管看似很简单 为什么做不到 其实我们常说 对父母爱要说出口 其实爱要说出口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曾经试过 就是我儿子回来 我说爸爸好爱你 我女儿回来 我说爸爸好爱你 我太太回来说 老婆我好爱你 结果有一天 我听到我女儿在讲手机 我就在门口听 因为她提到我 她说 我爸爸最近变得好奇怪 老师回来就说爸爸好爱你 那头发就问 整个人问他说 你那你觉得什么 好恶 他感觉跟你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听了专家的话 爸爸好爱你 增加感情 不是 原来他就觉得 好恶 所以有的时候 做事 我觉得是顺其自然就好 但是孝顺真的是 永不闲持 还是要去孝顺父母 是不是你也归纳出 怎么样的一个孝顺 是不是有一套标准 或者有哪几点 你觉得一定要做的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我的标准只有一个 做你父母喜欢你做的事情 做你父母快乐的事情 就这样子 对 他也许他觉得你回来 他觉得很烦 他要做饭给你吃 那不一定回来就是好事 但假如你父母很寂寞 很希望你带小孩回来看他 你就常带小孩回去看他 他就很开心 就很快乐 所以你要能够体察父母内心里面 他最快乐是什么事情 他最希望你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就去做这个事情 那盛美姐觉得呢 就是现代人的话 就是亲子之间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我们常会陷入一个迷思 就是你对你的孩子 一定是不会厌烦的 他打破了碗 你会担心他刺到手 所以赶快走开我来收 其实如果是你的父母亲 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也许他能力慢了一点 那你可能对父母亲 就会有很多的抱怨 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很宠爱 可是我们对父母亲 太少包容跟耐心 所以其实重阳节 不见得你要特别买礼物 或有什么样的仪式 但是你是不是反省 自己多给父母一些包容跟忍耐 甚至把他当孩子 老人跟孩子其实是一样的 他也需要你去跟他撒撒娇 如果他对你有所抱怨 你就当作是孩子一样的 去包容他 这样子其实家人之间 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改善 要两代人更融洽的相处 李医师你的建议呢 我给老人家一个建议 麻烦三个字 停看听 停止说教 看小朋友的成就 听小朋友没有讲算话 我也给所有的子女 三个字 停看听 停止在家外面流浪 回家看看父母亲 说跟听爸爸想听的话 西米老师是不是也要补充 我可以讲 我在这边讲一下给大家听 有一群男生他们决定 每十年聚会一次 四十岁的时候聚会 选择A餐厅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餐厅里服务生最火辣 都是辣妹 五十岁的时候 他们还是选A餐厅 为什么 因为A餐厅的菜单文字最大 老花眼了 六十岁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选择A餐厅 为什么 因为A餐厅有供应养生餐 七十岁的时候 他们还是选择A餐厅 为什么 因为A餐厅有供应 轮椅 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他们还是选择A餐厅 但他们坐下去之后 问旁边说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餐厅 他说 因为我们从来没来过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天见光 全部忘记了 九十岁的时候 本来六桌的人 现在只剩下三桌了 但是他们还是开了六桌 为什么还得开六桌 因为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个费用去 所以我讲这个事情 大家笑过之后 我给你讲 爱 不要后悔 爱 永不贤持 你的父母老了 他们需要你去爱他 对我来说 我最希望的就是 我们这一期节目 在播出的时候 是一家人和乐融融的 坐在一起 看我们的节目 好 非常感谢黄青 谢谢三位来宾 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让我们上了一堂 非常精彩的家庭伦理教育课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 我衷心的祝福 所有的老年朋友 能够活得精彩 活得快乐 同时也希望 用我父亲的句话 反过来说 父亲说经常要 眼睛往下看 那么我们这一代人 应该眼睛多往上看一看 不管是重阳节 中秋节 还是过年过节 平常也要常回家看看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 海财夜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